老者正欲解决两名利土 不料一柄长剑突然刺中了他的要害 出手之人正是他视为己出的小徒弟 剑状另外两人捡起兵器趁机杀来 老者为了夺取一线生机 只好将怀中的连城剑谱扔向空中 三人剑状同时出手抢脱 硬生生将剑谱一分为三 老者则趁机投入盒中消失不见 只有剑谱没有剑决 追 走 为了得到剑决三人立誓来到河边寻找 然而他们翻找数遍都不曾有任何发现 大哥 要我说就别找了 刚才三弟那一剑已经刺中要害了 都半个时辰了 他必死无疑啊 剑决还在他手上了 老三七长发认为师父平日里并未翻阅其他书籍 或许剑决就藏在剑谱之内 其余二人认为此话有理 便放弃寻找就此离去 三人试诗夺宝的一幕 皆被船上的钉脸看得一清二楚 心怀狭义的他拿起竹竿想将老者打捞上来 公子 别老了 尸体早就顺流而下了 这几个徒弟 你太绝情了 丁点正欲离去却见老者爬上船来 次日老者恢复清醒 一番交谈后得知他竟是鼎鼎有名的铁骨默恶没念生 丁点为了帮其疗伤不惜所耗内力 但他的功力尚浅再加上没念生的伤势过重 最终只好作罢 从传家的口中得知此地有一种疗伤圣要名为金鲤鱼 但此物百年难得一遇 正在此时突闻人生顶沸 细细听闻竟是有人调到了金鲤鱼 丁点大喜过往盲围上前查看 只见一老者卯足了镜和湖里的金鲤鱼较量 这金鲤鱼果然非同一般 竟能将老者拉得差点跌入河中 剑撞老者猛踏地板飞身旋转 硬生生将金鲤鱼转晕后收入囊中 丁点剑撞忙走上前拿出他所有的银两 想从老者手中买下这金鲤鱼 但却被其拒绝 丁点的所作所为令老者感到钦佩 当即分文不取将金鲤鱼相赠 虽然有着金鲤鱼入药但没念生大献将至 这几天的接触下他知道丁点的心性淳朴善良 于是将绝世内功心法神诏经送给他 神诏经乃是连城剑法的根基 没有神诏经即便学会剑法也无法发挥其威力 随后梅念生带着丁点来到树林 决定将连城爵倾囊相授 连城爵共三十六招 都已探在三十六手诗中 你可要用心计 是 说吧梅念生挥动长剑化作漫天剑影 将连城剑法悉数施展 最终在半空中凝聚出几串数字 而这正是破解连城爵宝葬的样式 小兄弟 拜托了 非大侠